918震灾赤柯山农路附建工程已申报 8月14号开工 而工区内的大小边坡崩塌 需整置计13处 工期为360天 但又因为正值花旗 上山的游客还有车潮将会变多 预期农会提醒游客一定要慢行 而且不要乱停车 以免发生危险 而施工的镇痛其弱造成乡亲的不便 还请见谅 会尽速完工 提供农民们可靠安全的道路 0918震灾赤柯山农路附建工程 已经申报8月14号开工了 工区的内大小边坡崩塌 需要整置总共有13个地方 工期大约是360天 但是又因为正值花旗期间 上山的游客以及车潮将会变得更多 预期农会就提醒游客 一定要开车慢行 并且不要乱停车 以免发生危险以及动线阻塞的问题 尤其是假日 那所以也拜托大家稍微 礼让一下 还有山上的部分 有部分像是比较 狭窄的路段 就是目前它是 在6公尺以内的道路 它两旁都会跨红线 那也请大家配合 因为你们如果在红线停车的话 那变成大家的动线都会被影响到 预期地区农会表示 石工阵痛期若造成民众不便 还请见谅 虽然工程技术难度高 且工作期间面临地质 气候等不确定因素 具有相当挑战 花联县政府的农业处仍会持续努力 期盼能够尽速完工 恢复使用功能 提供农民可靠安全的道路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